5米8的大阳台 做普通推拉窗应该怎么封呢 还是封外面6米的断桥窗呢 大家好我是阿强 今天来量一套普通的推拉窗 来打预算 然后这一个大阳台 客户预算有限 也是叫做那种普通的落地推拉 我觉得是做断桥会更好 真的是浪费这很大厅 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怎么弄呢 这里是一个大厅 两个是房间 整个厅非常的大气 客户预算有限 它意思是把这里 到这里到顶 把它搞个推拉窗 封掉是那种普通推拉窗 然后把来块钱那种 有点高啊 是5米8乘以3米18 然后外面这个大阳台呢 就是6米1 飘的话是1米5 5米8 那做普通推拉窗成本有限 应该怎么做呢 不可能直接做4扇了 做6扇也不行 因为上面固定的话 承受太重 跨度太大 然后我现在想的就是两种办法 一就是两边做固定 就是两边固定就是把它平均分为6扇了 然后两边就固定 大概就是5米8除6 90多这样固定90多以上 然后那边固定90多以上 中间推4扇 但是这里固定3的话走去这个阳台这里不合适用的 然后第二种方法的话呢 就做成三个推拉了 就是中间大概搞到3米这样 然后边上就搞到1米4号1米5 到时候详细弄一下好了 就三个推拉 就大概这样 大概这样 这里做两个推拉 然后中间也做4扇 边上做2扇 或者是平均分成3扇 中间竖2条 这样就来固定 毕竟200来块钱了 要考虑那个材料吧 没有人可以说用200来块钱 用很低 借钱做出很亮的产品了 成本受限了 但是我总感觉中间动两条下来 感觉看着不是很舒服 对这个屏也不是很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 我就这样推开客户 要不让你从外面那边 如果不风化这个屏就亮了 如果把它平均分成3个 这些都是做两扇六扇 这砖就会是动 调到顶了 是这样感觉 乖乖的 大家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 大概画图就是这样的 这两边搞固定 中间搞四上推拉 但是旁边这里搞出这个阳台会挡到 然后就是第二个方案就是两边搞推拉 搞小一点的推拉 嗯 这里还要做两个 这里应该一米五还要做两个 这两边搞个小的推拉 两边一米五吗 然后剩下的两米八就是三 第三个方案就是 三平均分五米八除以三 五米八除以六啊 除以六得多少 大概就得了 画图的话 就是大概到时候要画图永远 算过就知道了 我还是去像封个阳台 一大阳台这里就 穿过了 为什么城市商品房都是封阳台 就是这样的 多多知道平方啊 这里 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如果是你家这样 你会舍得花个一两万封个阳台 或者做那种普通一点的那种 也可以啊 或者是你预算有限 没办法搞那个 就是像刚才说 那个普通推拉的 从这个阳台那边做点不难了 但是以后有钱的话 我觉得肯定也要拆掉换那个了 因为真的是 通过普通推拉在这里 真的有点过时了 加上你全部剩下来成根的话 也没有增加多少 现在赚起来便宜 做普通一点那种是吧 好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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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